有瑞士特快車稱號的網球名將費德勒 十五號無預警在社群網站上宣布了令人震撼的消息 費德勒在IG和推特上貼出的影片中提到 過去幾年自己深受悉傷所苦多次動過手術 儘管努力的讓自己恢復到能夠回到場上比賽 但也很清楚自己身體的能力跟極限 費德勒在2003年溫布頓男單決賽中 贏下個人第一座大滿冠單打冠軍 隔年在奧網成功獨冠登上世界第一 二十四年的網球生涯中 費德勒總共贏得二十座大滿冠冠軍 男子單打世界排名第一累計三百一十週 其中包括締造連續237週世界排名第一的網談記錄 費德勒宣布即將退休後 網球界都紛紛在社交媒體上為他送上祝福 與費德勒一滴一友的西班牙蠻牛納達爾 更在社群網站上宣稱 這是全球體壇悲傷的一天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鋪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